得哥都10点钟了 该吃中午饭了 啪啪啪 我们早吃什么中午饭了 吃腊排骨咯 腊排骨咯 腊排骨咯 你来说今天 这颗腊排骨的猫得好啊 看起来很安逸 啥子叫猫 我辛苦了半天 滚煮的腊排骨 从汤里猫回来 这叫猫啊 我们这个腊排骨 都是确要弄过 保得了脆过来看一下 巴士得不得了 腊排骨直接放水里面 煮40分钟都已经很好吃了 但是今天我们做一个 红烧腊排骨 黑头朋友都在问 带哥 你为啥子光出视频 都不够腊排骨的连接 主要是因为腊排骨 产能有限 都是在直播间现成的 做红烧腊排骨 还是要给它泡一下水 降低下鲜度 配菜用土豆 羊鱼 鱼盐 火葱腿 山羊这些都是可以的 西锅烧油 盖辣椒 爆香 下腊排骨 你都没说两个泡水要泡酒 好半个下自己上就可以了 炒香以后都加水 杂质条都不要放 盖上盖子 上去以后煮20分钟 20分钟以后把羊鱼和鱼放下去 盖上盖子继续煮20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 稍微开大火 吃个汁 时间差不多了 散点蒜面 来快速翻两下 然后我们会准备起锅了 不要放下肉体切调料 起锅 哇塞好香啊 饿了饿了 你不是先找的吗 你等人来吃啊 哇塞 嗯嗯 好吃 烫小一点 嗯 这个真是哪些饭都不煮 这要来十一段钟煮什么饭 你真是 那你给我下点面吧 回